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的理论基础 我们在学习一门乐器的时候 如果不学习乐理的话 那么不管你弹多少年的乐器 比如说弹多少年的钢琴 或者是吹多少年的萨克斯 弹多少年的吉他 那么你永远是一个业余的蒙外汉 也有很多朋友呢 在只学习乐器不学习乐理的时候 当达到了一定程度 他就会有一个很困惑的阶段 这就是说 对乐理的不了解和不掌握 最终所造成的后果 乐理呢 他从基本的角度上来讲 向我们阐述了声音的构成 和声音的音用 那么我们现在在全国呢 在国内最常用的就是 由李崇光编写的音乐理论基础教程 他呢 从第一章 声音的产生原理 和他的高低的一些构成 最后讲音律 五线谱的记谱法 调式的总论 五声音阶 基础 等等等等 最后一定要讲到 最后要讲到关于旋律的知识 那么我们现在从何说起呢 首先呢 要从声音的产生原理 和他的基本特点说起 在第一章节里 第一节 第一章讲的是音和音高 第一节里就是讲声音 声音呢 它是由物体的震动而产生的 那么一说到震动 我们就可以想到琴弦 很多弹过吉他的朋友呢 一定会更直观一些 要是弹钢琴 或者其他乐器的朋友呢 也许就不会看得那么仔细了 那么当你拨动这个琴弦的时候 琴弦会产生一定幅度的震动 这个震动呢 是真正产生声音的根本 那么声音的震动 它得需要达到一定的频率 如果如果把我手心里 按照这样的速度去震动 它是不会产生声音的 即使说我大幅度的做 听到的声音 也是它所刮带的风声 并不是这个手震动时产生的声音 在质量界里 我们人类的耳朵 听到的声音的震动幅度和震动频率 是有一个限度的 那就是声音达到每秒钟 16震动16赫兹 也就是一秒钟震动16次的时候 人的耳朵才可以听得见 但是当声音的震动频率 超过每秒钟 21000次的时候 也就是21000赫兹 超过这个数以上 人的耳相对的听不大 那么 我们 人类 这个声音 把声音的分成两个体系 第一个体系呢 就是噪音体系 第二个体系叫月音体系 噪音体系 在定义上讲 是指没有固定音高 听起来震动毫无规律 杂乱无章的那种声音 这样的声音我们听起来非常不舒服 它比如说工厂里机器的那种轰鸣声 或者是有大风天气的时候 听到那些风声 它都是没有规律的 听起来非常非常难受 第二个体系叫月音体系 也就是震动起来 有规则 而且有固定音高 让人听起来和谐悦耳的声音 那么 比如说 像其他乐器的声音 或者是歌唱家的那个美妙的声音 或者是大森林里的鸟这样 这样的声音呢 听起来都是很非常的和谐和悦耳 那么我们音乐呢 也主要是音用乐音体系的范畴 这个不一定是绝对的啊 因为有些音乐呢 也要使用一些噪音 比如说 为了渲染热闹 欢庆的场面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一些锣和鼓 锣鼓的乐器 实际上锣鼓呢 它本身就是属于噪音体系的乐器 那么声音 在音乐中所使用的范围 它是27赫兹到4100赫兹 如果谈过钢琴的朋友 你会知道 钢琴的最左边的阶子 最低音 它的震动频率呢 就是每秒钟27次 而钢琴的最高音震动频率呢 是每秒钟4100次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以上的声音 它听起来没有音乐美感 所以说 我们在音乐中是不用的 接下来要说的是 声音呢 经过我们多年的分析和研究 也就是历史上 这些音乐家和科学家的分析和研究 发现声音呢 音乐中的声音 有四个基本的属性 就是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 声音有高低的区别 就因为声音有高和低的区别 产生了旋律 第二 声音有长和短的区别 就因为长点 长和短的不同 产生了紧色 第三 声音有强和弱的不同 也就是指的说 力度的大小 就产生了情感 那么 第四 声音呢 有音色的区别 说到这个音色 也许很多朋友会不知道 其实 音色 就是指不同的乐器 所发出的声音色彩 比如说 比如说钢琴的声音 二鼓的声音 小提琴的声音 萨克斯的声音 和吉特的声音 价值鼓的声音 当我说起这些乐器的时候 您的脑海里 马上就能反映出这些声音的色彩 不同的乐器 它的声音色彩 是不一样的 那么 在音乐里 就是因为这些 声音的四个基本属性的不同 最终呢 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音乐 关于声音的基本的介绍 我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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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